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每个人每天就只有24个小时 那怎样才能够最有效的利用时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觉得时间不够用 干脆就少睡一点 反正生前合必久睡 死后自有长眠 但是也有人坚持说 每天一定要睡饱7到8个小时 才称得上是有足够的休息 那到底怎么样睡才是最好的呢 日本有一名男子 他就示范给大家看 怎样每天只睡30分钟 就可以冲宝殿应付一整天 挺好 男子你哈得有道理 一天只睡30分钟 他不是午睡30分钟 这样身体真的是不会出事吗 男子说他过去12年都是这样睡的 而且身体还健康得很 但回归问题本身 男子是有这么忙 他一天只有半小时可以睡觉 报道提到 这一名天天只睡半个小时 就足够的男子 从小兴趣广泛 高中毕业之后 他就开始斜杠人生 曾经当过油画家 化学机械公司的设计师 还梦想成为音乐家 所以他就花很大量的时间 去创作和练习 结果男子就发现 他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每天24小时 根本不够用 所以他就在25岁的那一年 就开始练习自己的大脑 调整身体的正常功能 最终给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睡眠模式 就练成了一天只睡30分钟 就足够的功夫 那日本有电视台为了要证实说 罪名男子他是真的可以超短睡眠 曾经就跟拍了他三天的日常作息 节目当中曝光男子一天 醒着23点5个小时 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报道形容男子除了健身和工作 还有时间做家务陪小孩 去海边冲浪 甚至可以跟朋友打游戏聊天 他很自律 每天凌晨2点入睡 那2点半他就会自然醒了 男子一天可以醒着23点5个小时的KPI 就是他每天都能够处理200多件事情 大大提高的生活质量 而现在男子还当上了 日本短年者育成协会的理事长 透过课程教授超过2000名学生 怎样健康地缩短他们的睡眠时间 那我们注意这些都是节目组 全程公拍才知道的细节 但是也真的是可怜的那些摄影大哥们 因为男子每天只需要睡30分钟就足够了 那也代表说节目跟拍三天加起来 摄影师只能睡1.5个小时 想了想都觉得很可怕 很能有的轮板 也是很可怕1.5个小时而已 那节目在日本的电视台播出之后 男子的睡眠习惯就引起了正反两极化的反应 有不少网民表示羡慕 希望可以向男子讨教一下 怎么样可以睡得少 还能够有精神有效率地去处理各种事情 但是更多人是抨击 这样违反人心的睡眠方法 根本是在提前透支生命 用时间来燃烧生命 就算是大脑能够保持清醒 你的心脏恐怕也承受不住 奉劝各位不要乱乱事啊 男生对日本男子他这么极端的睡眠个案 华中科技大学学和深圳医院神经科医生郭飞 他就劝告说成人每天的最佳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 他强调这种短睡眠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 长期下来会伤害健康的 报道也引述史丹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 心也精致提醒很多喜欢熬夜或者说睡很少的夜猫子 总觉得身体没有出状况 就误以为说睡少一点没有关系 但教授说习惯熬夜未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保持良好的睡眠品质 才是最维持身心健康的关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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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